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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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三学的武将我是远吗 要进之位的话尽量反贼可能要选四学的 因为你跳反出个课 一般都有手牌补给系 那会马上读五让你明白 所以远点都无所谓 就算是读五课咱们的支持 我觉得也够了 而且打诸葛克 诸葛克本来就是回合那非常强势的武将 推他就靠谱 成功这样的多杀属性的武将 能很好的去推他已经不错了 马超直接被搞 马超可能是偏反贼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他输出的话 判红可以防诸葛克的傲财 但是很可惜的是 马超个人能力比较弱 只是次选吗 偏反贼 我不知道大头算其他武将什么 选了一个马超 只能说是也能打吧 就是起码有个说法 但是可能个人能力 总之没有过牌 没有回合内能产生多杀的效果 依靠队友比较大 但是还好有咱们成功 能维持住马超这边不断杀 也算是一个支持吧 姜维直接跳忠诚 马超没闪 挺伤的 动了一轮 调整完手牌 还是没闪 这个就非常伤了 我们这边有九 看一下 吴忠能过一些什么牌 能维持住我们 如果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的话 我可能就考虑直接把杀给了 但是我这边有一个 其他的名册的牌 我就可以考虑九杀一下姜维 如果成功的话 效果非常的赚 还真成功了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维持住推主的效果 而且我们这边有一乐 一切限制了诸葛克的行动的话 马超有可能还能活下来 那马超再动一轮 也许就去了 再加上后头还有其他的反贼 我这边一乐 一兵 吴国泰的话 暂时就不会忙了 因为诸葛克是一个对手牌 消耗非常大的武将 可能吴国泰 补义的效果并不是非常支持 所以将为跳了钟 我们直接打明钟好了 但是吴国泰了 吴国泰了 吴国泰了 这个名字念多了 就老出现问题 有一次我做视频 念了一个邓爱的拳 大家也别太介意 不是说我不知道邓爱 那叫甜 就是说解说 有时候说快了 嘴溜了 就容易念错东西 嘴悟 咱天生还是嘴笨的人 对吧 出现这种问题 还是很正常的 这边不连事也跳了个忠诚 不连事 其实我最希望他能当反贼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能对手牌补给的 虽然还当这个解凡也行 但是他也就是一次性的 不连事可能更能力更突出一点点 那他跳反贼的话 一能压低诸葛克的虚报的牌 二也能对团队进行支持 三他不是忠诚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很可惜他跳了个忠诚 那我们就无所谓了 随便的话 呃 无懈了一下 韩当 可能有朋友要问说 呃 首先说是这个铁锁 肯定是要利用韩当进行 一个跳板来把马超收死的 但是为什么无懈韩当不无懈马超 按道理可以去考虑无懈马超 给韩当这样子 不练石油属性杀 能直接把铁锁打没了 首先身份都跳齐了 庞弄是我们家的对吧 而且马超是一血的 就如果这次中乐 马超可以作为一个跳板 避免说是 啊 因为他马超动完肯定活的存在性 可能性非常低的 有姜维有吴国泰 吴国泰刚才也是有距离 但是韩当这边限制了吗 就是当时都是对为马超有威胁的 所以马超这个人头最好是能让给我们 啊 这边刚才韩当也是给我们解凡 提高下午下轮的行动和对队友的支持 啊 所以这个铁锁能铁锁存在 这边还有庞弄存在 可以铁锁对方啊 以马超为跳板 能收队友的同时能对对方创造输出 这次九杀 看能不能成功 成功有可能这一局直接是结束了 啊 朱格克这边抱了一张桃子 哦 傲财这边自己也吃了个桃子 谁傲财啊 那没办法 这边庞弄给自己铁锁 其实啊 这个就可能是老想的庞弄通过自己当跳板 其实这一轮完全可以铁锁一下姜维 对吧 朱格克姜维给自己队友马超啊 比如说韩当也不需要距离 有攻棋吗 对吧 有属性杀可以杀马超 我这边虽然他不知道我的牌 但是也有很多的办法啊 哪怕是杀姜维也是一次传导吗 守队友们 那你弄两个反对就不合适 所以这个铁锁 没必要铁锁住自己啊 这边朱格克神天度啊 我刚才那个无蟹以为朱格克是出不来的 但是姜维打完无蟹以后 反无蟹朱格克被人家天度了 这一次马超希望能救活 看一下韩当 韩当不一定有桃 主要是看庞统最后一张牌 哦 没有 这一下太亏太亏了 本来也是机会 朱格克也是独舞完直接求逃 但是有无辜泰 我觉得死不了啊 这边吴国泰没有弄到一个基本牌 来看一下 这边是有9 那应该是有9 对 就是说他赌我 先看一下吴国泰那边 能不能把收下的牌 直接补一成功 不成功吃9 吃9完了 这边还有个桃这次牌 肯定他们牌肯定没这么多 但是我想的基本上 应该是有一张9吧 呃 或者就赌了 对吧 但是赌的非常成功 具体是什么 我们看不到朱格克的手牌 也不能乱去想 这边姜维跳了一个名内 没有去兵我 哦 有过差 有顺手 我们先看吴中 能不能找到一张杀 好的 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股定 看有没有机会 直接把朱格克打到秋桃 也许还有赢的机会 拆掉朱格克最后一张牌 去杀 如果成功的话 对面有桃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啊 这边他人家神奥 再看看人家的朱格克 你看人家 再看看咱自己 真可怜哦 给寒当 希望寒当那边有攻击的效果 呃 武国泰 这边是先换了一下加一马 呃 可能是觉得不练是低上轮已经基本上把杀打完了 这个时候加一马的防御性更关键一点点 那 也正常吧 理解 而且寒当有杀的可能性也比较低 而且寒当也解凡过了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不连是这边很给力 安续走了 古定 并且是 那当然连弩他应该是没什么杀了 寒当这边虚报了 绝对不敢决斗 朱格克 朱格克奥才其实挺压制别人对他的输出的 啊 这种技能就虽然说是有时候挺看人品的 但是真心是一个威慑效果 回合外的 这边寒当应该是断杀了 因为有公旗的效果 肯定是应该有距离有距离的能杀到朱格克 但是他没有做动作呢 说明他断杀了 这边旁统 勒杀 看一下奥才 还是神奥才吗 该失败了吧 好 你失败就过嘛 对吧 那你伦伦成功呢 我们玩什么吧 直接突馆 对不对 这边这次勒非常的关键 那打打的朱格克一学一手牌 而且朱格克很可能留一个补一牌 不过给予我们反正一直有推主的 现在去打中神 根本没有希望的 对吧 吴国在这种状态 不练是这种状态 所以卯足一个劲 就是瞄主 就凭 凭运起去瞄了 顶到才顶着补一 也就是往死里干 一个字 干 哦 又成功了 当然我觉得朱格克是留的一个补一牌 留了一个桃子 哎 正常 不是补一牌就是桃子嘛 对吧 这边吴国泰过了 没有桃 不练是托管 没有桃 这次朱格克吃完我们名册 如果成功的话 呃 直接死了 这次就没必要给寒闹了 因为这一次关键吸引的比较关键 那吴国泰那边啊 吴国泰是离线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桃 但是他离线了 在他离线的时候赶紧去名册 哎 回来了 哎 朱格克故意等了一会儿 要不必须是抓紧速度 劣势局就要耍尽一切的无赖 让他们明白 对不对 啊 很可惜 吴国泰回来了 那回来的话 不练是报的是明明有桃 就看一下吴国泰那边了 当然我觉得姜维那边也有可能有桃 啊 也不一定 姜维是内建安 他可能有桃会吃 因为有吴国泰的存在 他觉得主攻还是比较安全的 啊 吴国泰回来是有桃子的 那我们这次继续的激活主持人 寄希望于韩当和庞统一会儿的联动了 尤其是韩当能不能摸到一张属性 啥是至关重要的 啊 火攻 我希望非常希望打无限 因为不练是看到我这张闪 肯定会安续给朱格克 让朱格克反了下 但是我也没办法 这个闪是留 必须是打不出去的 所以朱格不练是很聪明的 先看一下我的牌 火攻造成同时的时候 看我什么牌 是不是回合外防信的牌 给朱格克弄 那这边的话 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于韩当裸摸 如果能裸摸一九一属性杀 我们就能获得比赛的胜利 啊 基本上啊 那个起码闪也不是补一排 而且不练是爆的是 刚才没逃 但是这轮不练是过牌了 啊 但是起码是有机会的啊 这边韩当是顺 看能不能顺到什么牌 啊 顺到一个桃子吗 啊 没有 那扯淡了 那边庞统是 啊 除非有藤甲藤甲火攻 对吧 那基本上没没什么可能性 那朱格克这边又吃一个桃子 而且又闪这个回合牌 这下基本上我们反贼是进入烈士局了 虽然初期集火主攻一直有机会 但是通过天度加神奥才 一直没有让我们付诸于推主的行动 啊 那间 那间控场碍于距离 一直没有很好的空 而中城方状态非常的好 也是基本上反贼 想现在去从打中城打起 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硬着头皮硬上了 对吧 那个没办法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 进入一个非常难受的死循环的期 那只能说是 呃 平一下裸摸 起码还有一个希望是在于 庞统那边是有一个铁锁的 呃 传递伤害时作为防 翻盘的一次神器 而且是裂过 呃 诸葛克奥奥财的一个攻击效果 所以说 寒当的裸摸对我们来说非常至关重要 那一次解就是第一回合解凡让我没摸到头 保马超行动也是很关键的 对吧 那要马超再动一轮 基本上这一局是 呃 肯定要赢啊 这边朱雀以善没有让行 寒当摸到挺伤心 而且这个乐先制一下庞统这一次输出 当然这次庞统动 我觉得没什么效果 诸葛克奥这边是 铁锁我们看啊 庞统没闪 这 这这这 有桃吧 因为我怕姜维去收我 那个 这次铁锁伤害我俩 而且把庞统的铁锁打没了 其实挺伤的 看一下姜维的行动 姜维现在开始挂闪电控场了 因为 太感觉到忠诚比较难杀 直接放南蛮 这下的话 只能看一下队友能不能求他保我一下 让我行动了 韩当刚才有桃都吃了 我觉得他没有 主要是看庞统 庞统贝勒 有桃可能性也是有的 没有 那这样子诸葛克看一下 姜维要收到什么牌 直接过了 那 以韩当庞统 再加上这一轮没有铁锁的庞统和诸葛克 那我们这一轮想推辞主攻 也是没有希望 那现在作为反贼来说 可能是进入一个劣势区 而劣势区只能依靠内奸的控场 尤其是这张闪电是非常关键的 看能不能劈死一个人 给予一定的支持 诸葛克又空城了 诸葛克只要空城 还是有机会的 这也是 我说 我觉得 就是诸葛克这种人 留牌的可能性比较低 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 吴国 吴国他并不非常像忠臣 这 当然他其实也没做什么动作 除了跳了忠臣 也没有什么爆发什么 也没必要限制 吴国泰这边 给了诸葛克一个距离啊 然后自己带一个神装保护一下自己 继续的安血 那个 下了这一轮 如果寒当在废血的话 很可能寒当要被诸葛克带走 因为诸葛克有距离回合内多杀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最好是不练是你收了 我觉得也是 那因为你让寒当要诸葛克逼得去毒物去收人 还是稍微冒着一点风险 外头还有一个闪电吗 这种X因素 不练是成功的收掉了寒当 继续的推庞统 压到一血 我觉得没必要动了 打到涅盘 是不是还有一次爆发期 给予庞统找到藤甲 铁锁 虎弓 这样还是有机会翻盘的 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的低 啊 庞统现在开始也许要把四个人全部连起来 这样子闪电批 是我们反贼赢的最后的希望 反贼已经是连死三反 那个基本上是无望了 看一下诸葛克的行动 诸葛克克现在可以考虑在庞统 没有涅盘之前先把 就是他和忠臣三个人先把姜维推死 因为现在可能姜维的能力要远远高于 不去主动动的庞统 因为庞统下次爆发 其实涅盘后摸的三张未知牌嘛 你现在让他裸摸两张 每次一血 虚报也没有什么虚报的空间 他是打不死你的 所以这个时候 杀内其实不是仇内的行为 而是一个战略上的选择 这是我个人的考虑 果然是诸葛克转手就对你内截进攻击 看一下我们这次行动 哎 就是这次闪电 如果批了的话 我们就偷笑了 但很可惜啊 这时候姜维铁锁两个忠臣 不去解自己的 难道姜维已经是无脑开始帮助反贼完了吗 他这个是对啊 包括诸葛克也觉得 你这不是为了要闪电劈主攻吗 姜维这边可能是想利用这个 这个时候诸葛克有闪都不要出 要解了这个铁锁 因为有闪电的存在非常的危险 但是我觉得姜维本轮内奸 这打得有点太丧心病狂了 对吧 你不管你怎么样 不管主啊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你应该解了自己啊 起码自己不要飞雪啊 对不对 你是内奸 你血线将 除非你有两个桃子能吃到三雪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打得有点激进哈 那不练师 直接是 可以去求死 帮助葛克 因为现在我觉得姜维还是优势的 那个吴国泰这边状态非常的好 只要打死姜维进入二位一 那就是稳赢的局了 那个看一下吴国泰能不能把姜维打死 这边 吴国泰 给了一下诸葛克的一个 吴国泰直接打庞总 这个时候 按道理我们反对非常需要这个闪电的 但是我不知道庞总那边有没有闪 选择涅盘去爆发 也是一个理解 但是这个闪电没了 对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非常需要闪电控装 以庞总这个能力去杀死四手牌 两雪的诸葛克 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 除了刚才我所说的腾甲火攻 对吧 铁锁 要不基本上还是比较 但是这边吴国泰还是选择放 让你庞总把闪电弄没的同时 虽然过三张牌有点危险 但是很可能觉得自己有补义 还是能救活到 庞总现在觉得留姜维是十分的有必要 所以说刚才姜维铁锁解了自己 你说现在也没有闪 这不是直接要死了吗 进入二维一了吗 我还是留一个酒 但是我觉得诸葛克那边动 姜维肯定是要死的 庞总这次行动 一雪 看有没有所谓的铁锁火攻 什么的 腾甲刚才都认没了 我记得好像不连试认过一个 我偶尔记得 忘了 不管了 看一下吧 这边庞总开始铁锁过牌 这个时候选择的非常正确 你现在想赢 只能通过过牌 去创造过牌的效果 去找到所谓的X牌 比如现在的九杀 看能不能成功 成功的话也是有机会 虽然说是三张牌 凹材会不会闪 漂亮 这边的话 看吴郭泰能不能去补义到一个装备 如果补义不到 补义的好 这样子的话 这一次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补义失败了 只有一个逃的话 那个内奸是没有逃的 看一下奥才有没有逃 好的 那个过了 最终的话 我们通过这一次 无过来 其实无过来后头 还是有非常大的失误 在这个时候 既然你们主中是非常有优势的时候 应该求稳 而求稳的前提是在于主攻不死 你那个时候选择把庞统的负一码 给了诸葛克 不如说是把自己的加一码八卦阵 给了诸葛克 这样子的话 庞统就算涅盘创造出这次爆发 对吧 这我们一直是反贼寄希望于的 就是庞统这次涅盘的新的三张未知牌 创造出这样的输出 也不一定能带走主攻 但是很可惜他比较怕死 对吧 那个没有去把自己的装备给了主攻 让庞统创造出这次的行动 而反贼一直是劣势的 尤其是到了后期 三个反贼死的时候 只有一个庞统一血的时候 主两中一内都在 最终的话 通过这一次不懈的努力 最终通过涅盘以后不停的过牌 找到九杀拼这次人品 当然也不是人品了 你前几期诸葛克的人品已经够好了 对吧 一次天度 一次奥才 那个古定 都是救了他一大命 最终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所以不懈努力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支持的 不要看待自己 也许非常的劣势 或者怎么样 你就放弃游戏 很多人 也许打到那个时候 作为旁统的话 觉得完全反正没有希望 就可能会选择偷管 但是我想通过这个视频告诉大家 坚持 你也许就会获得胜利 那我们下次再看下一轮视频 主攻孙权 这边是黄盖和陆逊 选择先谦逊 其实就是一个跳反的动作了 防你孙权 起手的顺手和乐 这边直接杀一下 贴身位的槽植 对这个反贼进行一个控制 这个也是没什么问题 黄盖不用这么激进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效果 起手的化身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九杀还成功了 那这样子的话 孙权可能留的 孙权起手还制衡了挺多的闪 其实我这个也是挺意外的哈 是吧 制衡了 起手制衡就没有闪 我看错了 那只能说算他命摔了 竟然能 虎公公 那个九杀成功 这边诸葛克 诸葛克 难道就直接三二一带走我吗 还好他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 一定要保护血线 不保护血线 那边还可以二一 有人有一个反贼 也是直接帮我打了一个 这个刚才也说了是反贼 就帮我打了一个无血 保护血线 看一下巡游吧 诸葛克刚才跳了一个中 而且这个诸葛克 也是能提高主宗胜率的一个武将 这我是在诸葛克的视频 都是说过的 这边巡游也是跳了一个中辰 两个能提高主宗胜率的武将 除非反贼就是速推主攻 创造出胜率 其次的话 孙上香还好 那个是一个反贼 当然他选了乌龟 也是比较偏凡 就是说 除非我们速推主攻 如果让他们打起来的话 那诸葛克加巡游的能力 绝对是可以帮助出 瞬间提高胜率的 这边跳反 这个就比较理解了 而且巡游这一次排序 打得非常的聪明 他想拆牌 但是怕被骗了反贼方的无胁 先去杀一刀 因为反呃 曹之跳的是明反哈 他去杀寒当 因为反贼都跳齐了嘛 杀寒当肯定跳了一个反贼的动作 再去拆 避免说是这个无蟹的乌龙啊 防止骗了队友的无蟹啊 这一次的小排序处理 还是能给队友传传达出一些信息来 不过一切都是扯淡哈 这张无蟹是人家控制的 这边孙权选择激活 孙杖相应孙杖相回血的 其次孙杖相和左慈刷起花生来也是比较难受的 而且孙杖相起手也是两件装备 孙权这边果然切手牌没闪是桃多 没有制衡 是没有制衡吧 应该是 那可能是留了一些其他的牌 或者是啊 一些梅花牌不能去送草职等等等等 具体我们来看吧 这边我先给孙杖相 其实我是想苦肉找去能把这个福音马 万一诸葛克天度呢 对吧 因为对于我们反贼来说 孙杖相的行动非常的重要 那个怕这个一天度 福音马呃 独武独武 再加上巡游的行动说多杀呢 孙杖相去了 所以啊 保一下孙杖相 那个借刀也是在没有拆掉福音马的同时 因为我苦肉过牌想拆吗 没有拆掉的话 呃 也是给孙杖相多一些牌来保护自己 让他能成功的行动 因为这是我们的核心啊 这个想什么怕什么来什么 诸葛克还真天度了 诸葛克先兵 这个就有点牌系错误了 那个呃 可以考虑先 先去读武去 但能不能秒掉 秒不掉在兵吗 那个而且 但是 诸葛克选择也是对的哈 就孙杖相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他动一下 能给我们撑一下血线 也是抑制一下这个局势的缓解一下这个情况 并且能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啊 呃 刚才孙权我杀他 他还是抱的没闪 还是有机会的 孙权没制衡 没闪 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孙权是非常恐怖的 因为你完全猜不到孙权什么牌 一他不去制衡 二他没有闪 三他有桃都会吃了 你们想想孙权都是些什么牌 那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恐怖 对啊 这个孙权的手牌 你都猜不出来猜不透 这就非常难打 三国杀其实是对一个手牌了解的游戏 你如果能知道他都有些什么牌 你就能很好的把握局势了 但是你根本猜不到对方有什么牌 就很难说了 海浪这边把孙权香打到球逃看孙权香最后一张牌是不是一个恢复牌 啊 还不是啊 那这样子的话 死了一个孙权香 那是反贼最头疼的一件事 刚才那个乐也是非常关键的 不过没有乐 我觉得有很多办法能把他打死 但是有乐的话让孙权香没回一次血线 而且抱的反贼竟然没有逃 那说明主中方逃非常的多 啊 对吧 那个我们这边 我这边是没有逃 那孙权香那边也没有逃 啊 不是 这不是废话 就反正就是反正就没有逃 那说明呃 主中方摸到逃的概率非常的大 这样子很影响我们后走的后走的控场 而后走秒主的机会 呃 尤其是呃 当我们杀到孙权求逃的时候 诸葛克完全有可能救援等等一些行为 这边放南蛮 我不能随便再废血 因为有诸葛克的存在 呃 反贼方这边抱的没有逃 只有寻遇过牌了 那个很可能说是被直接二一死 现在其实我也是冒的二一死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寻遇是有逃的 而且两个武将呢 推主也许就不太切记 就不太于和和和情和理了 因为对方肯定是有逃 要不是救援 要不就寻遇那边逃 这边的话 呃 可能孙权那边的确梅花比较多哈 上一轮他没有敢弄 是完完全全的因为怕制衡送牌 好 果然是手里头留的梅花连弩酒什么杀 所以他完全不敢去制衡 让啊 曹之拿了 那这样子反正可以有目的的去啊 让曹之去行动来去秒主攻啊 最终他成功的积攒了一下 而且我们看一下 寻遇把寻遇裸摸有没有掏 哦没有那这样子的话 孙权又成功的收走曹之 那一下我们反贼又进入一个劣势局了 这次孙权的行动非常的恐怖 而且他最后赌还赌对了 他赌不对 我们怎么说也有机会 起码我能把曹之收死 但是他赌对了 那就扯淡了 拆了我的青龙 也是防止我强重 哦我们这轮肯定是要选择苦肉 这个有几个原因 先看一下手牌 能不能拼这一波 直接秒掉主攻 当然前提是要把诸葛克 含当可能有逃的 但是我开完屋中以后 感觉手牌质量并不是很好 这个时候就选择第二套方案 那就是不苦肉了 因为我苦死了 不让诸葛克 读521的话 刘寻一个人也是说 这个时候我就选择杀孙权 让那边去救援一下 这样子的话会逼内控场 逼内控场 如果诸葛克室内 他肯定不会去打我 如果诸葛克是忠诚的话 他21的话 内奸有逃肯定会救我的 这样子的话有两个好处 一是留我存在 更好的去帮他进行控场 而且能费忠诚 诸葛克一滴血 所以说这边 我们绝对可以定义 内奸如果有控场意识 而且在这种局 内奸绝对会有控场意识的 所以我们不要怕 诸葛克21直接收走 唯独怕的就是 寻忧那边能不能多差 因为我留一杀闪 基本上能防了寻忧那边 基本上的一些奇策的牌 来攻击我 主要是怕什么 刚才群优那边南蛮不是有一个 治愈出来一些铁锁 过拆等 主要是怕那个出属性杀 对吧 他报的是没有属性杀 这边21我们来看一下内奸 刚才五谷也是开了个顺手 所以这个 五谷也是挺关键的 这边诸葛克直接是读我21没杀死 并且杀一下我八卦阵派 派了一个猴 看一下这一次群优的行动 如果我能坚持这一如果熊游秒不掉我 我能坚持过逼的去熊游开桃园等 我们就赚了 再去找机会 我们找机会跟内奸去控场打忠诚啊 或者是直接推主啊 都是有可能的 呃前提是他没有属性杀 但很可惜的时候 人家就没落摸到属性杀了 这你能这你能怎么办 这没办法的 对吧 刚才抱的是啊顺手 铁锁闪五谷 好像是这些牌吧 哎呀我记忘了南蛮那次了 然后这那么一直是没有 这次五谷又拿了一个顺手 反正是没有水报的名的属性杀 但他就裸摸到了 直接带走了 没有逼得他开出桃园 在他杀死我以后开 这肯定是要开的 那这下的话 基本上反正又进入劣势局了 留一个寻遇啊 啊寻遇跟队友的配合能力比较强 那自己推主 再加上现在有武将这么多 有诸葛克啊 有非常好的状态的 那个什么寻遇诸葛克啊 啊孙权状态也起来了 这就非常的难打 这边韩当啊 应该是去杀寻遇 但是我很奇怪 他为什么去杀诸葛克呢 这一次是一个机会 万一诸葛克一个闪傲财 一个神奥财 这不是就明白了吗 啊但是我很奇怪 韩当为什么不去杀寻遇 杀寻遇的话 看寻遇寻遇能不能跟着他去 把寻遇秒掉 因为寻遇在的话 是非常难打的 啊不停的开桃园 满了囤状态 反正对方都是神将嘛 这边的话 寻遇开南蛮 看能不能带走诸葛克 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奥才 又一次神奥才 让我们明白 那继续看寻遇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也没什么拼点的空间 那扯淡了 这边直接杀一刀主攻 这个肯定杀不了 好决斗 其实这个决斗 我当时跟冰牛奶交流过 这个决斗 我们已经是劣质方了 我们是肯定输了 不要考虑的诸葛克有傲财 能出杀 防止你去杀 就应该决斗诸葛克 你这边打寻遇一滴血 打诸葛克到一滴血 人家一个桃园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这个时候必须是在 对方神将有机会秒死的时候 秒死一个进入2v2 这有可能打 只能说有可能 对面的降面太强势了 就算你秒掉一个诸葛克 都不一定输 那你反正破罐子破酸 就应该去拼了 你去决斗一个寻遇 完全是浪费输出 并且让寻遇过牌 而且也是给对方极度大的 什么开桃园的机会 只要寻遇那边有一张输出牌 杀死寒当开桃园 进入3v1 我们反则是必输的 但是还好寻遇 寻遇竟然断杀了 我刚才是不是寻遇寻遇 说错了 我不管了 大家反正自己领悟 自己脑补念的是谁 这个是非常弄的 这边寻遇只能去杀寻遇 去跟反贼进行配合 提高过牌性 看能不能秒掉人 其实这时候 内 我标过来 就是内反已经基本上是无望了 这边杀寻遇 既然给你补三张 给我补三张 那还不是给自己补呢 寻遇这边控制 也是想给寻遇 寻遇那边机会 去看能不能输说 也是保护一下自己 寻遇现在反正无脑推主 对 就是反贼胜利条件 是把主打死 能无脑就无脑 就往死里干 当然我觉得是没多大希望 那个状态非常好的孙权 那边无限的开桃源 往下拖的话 只会主中营 诸葛克克这边端技力 是一个好事 继续的开桃源 去推慢这个游戏的节奏 因为这边神将 有孙权的过牌性 加寻遇的K牌的能力 这一次寻遇的行动非常的转 直接一杀三 转是转 效果不明显 对吧 对方的状态是非常的好了 基本上打不动了 孙权继续的去制衡 去杀 寻遇现在也是进入一个危险期 给自己一下 那个看一下一会儿能不能 寻遇带走寻遇 寻遇不要断杀 几次关键的时候 寻遇都是断杀了 这边寻遇先拆 寻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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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一下寻遇 这边内奸是绝对不希望寻遇死的 这边继续的去开桃源 后头 这个 诸葛克断距离和寻遇 关键时刻断杀 其实挺影响主中方的输出的 孙权无陷了一下寻遇 防止寻遇那边 防止寻遇那边 撑起血线来 留个一血 好杀 挂一个杖八 下轮是基本上不会断杀了 看一下寻遇本轮 寻遇 能是尽量的赶紧去秒人啊 作为内奸的话 能在这个时候 强势秒一个人是不错的 秦刚去扛的人往那杀一刀 报的名点 不是一个防御牌 直接是放南班 这边寻遇是没杀 但是这边寻遇 寻遇留一个桃 肯定是想 让寻遇跟他进行配合 过牌 完了看能不能秒掉人 新的牌队 一切都有可能 基本上所有的K牌都回来了 看一下之余 又没有基本防御牌 那看一下 能不能有机会把寻遇带走 而且寻遇那边是有距离的 那个虽然说没什么拼点空间 但是如果出个红杀 还是有可能把寻遇带走 寻遇也是先攻骑 拆掉一张桃子 给寻遇 这边让他自己收呀 那寻遇会不会死呀 死秋淘 看寻遇会不会救 还好 就是这个 这边有 寻遇这边应该是想拼了 一个南蛮收掉反贼的同时 把寻遇带走 完了跟EV2 看有没有收到反贼多余的牌 来把诸葛克也带走 这个是可能内剑的作用 但还好反正这边 有一张九 趁机血线来 肯定是无视你了 给自己解密 看一下自己的行动 有机会 肯定是推主 火攻 杀 完了拼点 这边他直接决斗 有机会 但是他可能断杀 或者是没有拼点的大点 所以他决斗寻优控场了 按道理说 孙权报的是明没有杀的 对吧 决斗一点 完了还可能是一杀 或者一拼点 两点输出 但是他没敢的说明 他的拼点的点数非常的小 不敢去冒这个血 也理解吧 但是这边是个桃子 哎呀 行不行啊 可以去考虑 但是可能更为了更求稳一点点 就是怕推不死 完了怕寒当 怕主死 出个大点 等等等等 各种怕 巡游没死 主攻没推死 完了再让巡游开桃圆 所以他还是想签进一个二为二 再找机会推主攻 也可以吧 就是说有自己的考虑 反正是劣势级了 怎么打 也只是赚的 这边的话 还能通过铁索巡渝 进入要进主板内了吗 这个反正前期直接死三反 进入主中中内局 还能进入主板内 也是非常的意外 包括巡渝 也是感觉非常的意外 这边诸葛科又是一个神奥才 诸葛科太恶心了 除了我用的 都挺恶心的 看一下巡渝这一次的过牌 刚才也是有一次解密的三张牌 继续一张火攻 后两回合每轮都能火攻 看能不能成功吧 还成功了 看能不能继续的能创造出输出 先杀 不要先拼点 万一人家寒当留个K点呢 先杀 看能不能先成功 不成功的话 最后拼点再拼一下 哦 直接过了 那看一下寒当那边 诸葛科太恶才 再看一下寒当 没有 获得了胜利 最终的话 寒于在 这种优势 疾命下 偷得一个胜利 而且也是在 反贼一个 非常非常明确的目标 那就是在自己烈士方的时候 尽量的去 能推主就推主 创造出这个优势 直接进入胜利 两局游戏 反贼都是烈士局 两局游戏 反贼都是进入了 主中中内反 最终都是通过 不懈的努力 没有放弃 最终获得了比赛胜利 这今天出的两场视频 也是想 其实还有一场 也是这样类似的局 但是我 懒得去做了 但是反正跟大家去讲 包括今天晚上还有一场 可能今天晚上来看我直播的朋友 都是看到的 今天晚上很多这样子的局 都是经过 感觉已经没有希望了 多少已经是 要输的局 最终的话 获得通过不懈的努力 再加上对一些细节的把握 从而翻盘 获得了比赛胜利 这种局才是对于我们玩三国杀一种激烈 也是想奉劝那些 感觉自己赢不了的人 就去托管 就去放弃 就去乱打的朋友 不要去放弃一丝的机会 也许你这一次裸摸 这一次过牌 就可能给你一次翻盘的机会 而如果你那时候 没有去好好的珍惜 没有去 比如说去托管过 或者怎么怎么样浪费了 对你队友的不尊重 是其次 对这个游戏的亵渎 那才是最可恶的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以后 真正意义上 认真对待这款游戏 大家再见